这些是学弟妹 加油 加油加油加油 议员林放一来到现场 依依向南投女蕾队选手们加油打气 对昨日下午能够击败强队日本队 议员对他们的表现是相当称赞 这次打出好成绩 加上各界的支持 南投队士气大增 夺冠机会更加浓厚 昨天南投有出战 南投队日本队拿了家机 可以说是地主队 可以说是表现的可圈可点 真的是我们南投之光 对于南投县的战力 我是非常的放心 因为他们就是 打南投县的打击力是非常的好 昨天跟日本的丰田队比赛 我们也以3比2战胜日本队 那其实我觉得这样 办这个比赛的时候 整体上面的提升很多的水准 也帮助南投的女蕾的 这个水准的提升是很大的 南投县可以办理国际新邀请赛 而且可以连续办理15年 这可是相当的不容易 而最大幕后推手就是副议长潘毅全率领的 南投县体育会 可以培育无数体育选手 其实就是从关怀开始做起 让孩子知道说 他在这个运动场所上 他是有希望的 如果我们没有去关心他的话 他是不会进到这个运动体 这个体系来的 所以我们体育会就是以服务公益 我们怎么去关怀他们 这是目前我们体育会最大的宗旨 主办单位表示 今年参赛队伍是过去 所有战力最强的一次 其中大陆以及日本队伍实力不容小觑 纵然比赛激烈可以预期 不过意愿林芳瑜对地主南投队是相当有信心 除了有我们大陆这边的上海天津 以及四川队 还有我们的日本队 也希望说我们地主队不要输给别人 期许他们有很好的表现 由于参赛队伍实力相当 所以各队都不敢掉以轻心 纵然没有上场比赛 大家还是把握时间 在旁加强练习 副一场叛选拳希望所有参帅队伍保持好的战力 最后拼出最好的成绩来 米熊怀怀 普立采访报道